坏人做了一辈子的坏事,最后做了一件好事,叫浪子回头,好人做了一辈子的好事,最后做了一件坏事,叫原形毕露,好人成佛,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,而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,就会立地成佛。 出社会以后,我才发现档案袋里,装的是烟,信封里,放的是钱,茶叶盒里,装的是卡,饭局的时候,一定要及时地上厕所,上门的时候,一定要落下一些东西,生活把善良的人逼到无路可退,把老实实在的人,变得现实绝情。 这就是生活,是这样的吗?